当一个人伤心到了极致 又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男人认为自己从未爱过妻子 直到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她 男人在噩梦中惊醒 岳父红着眼眶告诉他妻子已经离世的消息 可男人脸上却未曾浮现出丝毫悲伤 他平静地看着抢救妻子的病床 又平静地擦掉妻子留下的血迹 甚至平静地买了一袋巧克力 但不知为何巧克力却偏偏卡在了自动贩卖机上 男人并没有因此生气 也没有责怪工作人员 他只是淡定地拍下了贩卖机的联系方式 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 第二天亲朋好友纷纷聚在一起 他们相互搀扶彼此安慰 有的人痛苦流涕 有的人默默流下眼泪 唯独他像个局外人傻傻地站在一旁 回家的路上他依旧面无表情内心平静 仿佛妻子逝世的消息并没有刺痛他一样 追悼会的音乐十分哀伤 在场的亲人情绪低沉 纷纷表达对视者的思念 而他却左右张望 一脸势不关己的模样 为了迎合现场忧伤的气氛 男人悄悄躲进卫生间 他努力地将五官挤在一起 试图想流下些许眼泪 哪怕是把眼睛紧红也可以 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 看着一旁嘲笑他的孩子 男人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爱过妻子 这时父亲发来的安慰短信他也毫不在意 可当他划走时却注意到了那台故障的贩卖机 于是他提起钢底认真的给售卖机公司写信 至亲爱的贩卖机公司 我写信是为了反应一次非常糟糕的购物体验 位于圣安德烈医院急诊室门外的714号机器出现故障 我向里面投入五枚硬币 正常情况下本应掉下来一袋抢 但遗憾的是他却卡在了贩卖机上 为此我表示非常难过 当然并不是因为我的妻子在那十分钟前刚刚离开人世 而同行的我却坐在这里安然无恙 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你们的错 当然也并不想夺取丝毫同情 我只是想把事情从头到尾写得更详细一些 接着他将自己和妻子相语 相识甚至结婚的细节都仔细的写在信里 不知不觉中他写了满满的好几页 仿佛在他看来 写信给自动售卖机公司的事情要远比妻子离世更加重要 明明只是在描述车祸当天的事情 但话里话外却都在讲着自己和妻子相知相爱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他像往常一样起床 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 甚至还如无其事的和别人打招 同事们全都诧异的看着他 按理说妻子葬礼结束的第二天 他本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 而不是抓紧时间回来上班 秘书敲门近来劝他要多注意休息 他提醒的语气仿佛比男人更加悲伤 而此刻他却只想努力工作 更让他感到无法理解的是自己根本没有一点问题 但父亲却莫名其妙地大早上帮他交官律职 话里话外都在安慰他要学会坚强 就连岳父也会在他面前满面流泪 他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在抚慰他的悲伤 而他却根本感知不到哪怕是一斌点的悲伤 他甚至对着列车上的陌生人开启了自己的玩笑 对方问他现在是什么感觉 他并没有回答 而是立刻站起身来拉下列车的紧急制度 也许这就是他现在的感觉 面对着警察的询问 他支支吾吾地半天说不出来 当警察得知他刚刚失去妻子的时候 便再也没有继续说话 当即就放他回家 如今偌大的房子也寂静的可怕 独自一人的饭桌也让他内心无比空旷 看到桌面的贝壳 他想到这是妻子生前挚爱的装饰 看着冰箱里贴着的纸条 他想到了妻子曾再三叮嘱他维修 以前他从未关心过这种琐碎小事 但现在他想好好听妻子的话把故障修好 他连忙拿出维修工具 可在维修方面他就是个机械白痴 他突然想到当初岳父曾经对他说过 要想把一件东西彻底修好 那就必须要先了解他的内部结构 然后再找到他的故障点 这不仅仅是对于物体 就算是受伤的人心也一样可以修好 而现实则是他只学会了将冰箱拆解 却不知该将它如何复原 但奇怪的是看着眼前的满地狼藉 他却莫名地感到一丝心安 从这一刻开始 他突然爱上了这种拆解东西的感觉 他会拆掉办公桌上偶尔卡顿的电脑 也会拆掉卫生间滋滋作响的门板 甚至就连妻子最爱的咖啡机也未能幸运 可现在拆解这种小东西 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需求 直到这天他开车经过一处工地 当看到工人们正在努力拆房子的时候 他当即掏出身上所有现金 希望工头看在钱的份上能让他来工作 这种奇葩要求工头这辈子都没遇到过 工友看他拿着小锤敲打的无比 干脆就递给他一把更加专业的大锤 这种锤锤暴击的感觉 瞬间点燃了他内心的热情 他不知疲倦地一直工作 一旁的工友们纷纷打赌 这人指不定是有什么大病 但他却认为这很正常 他没有任何目的 也没有任何理由 只是单纯认为这样工作能让他感到特别舒畅 可不知为何 他总是能在不经意间看到失去的妻子 就连刚刚洗完澡的他 也能在镜子里看到妻子的模样 而这些幻影总是在那一刻转身即逝 他突然感到浑身乏力快要窒息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病了 然而却做了全身检查 他本以为医生会说 他的心脏应该是被某种生物啃食殆尽 而现实却是他的身体并没有任何异常 于是第二天他又早早地付钱帮人拆房子 可心不在焉的他却一不小心踩到一瓶长钉 他用力将钉子给拔了出来 这种钻型的疼痛是妻子去世以来 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还是个人 尽管这不是悲伤 但疼痛最起码能证明他还活着 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侄子在车库里尽情地玩着摇滚 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让他感到无比兴奋 跟着这种带感的节奏 他也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 虽然舞步就像是一个无脑丧失一般 可他却感觉好像从这里面获得了一丝快乐 从这天开始他便沉浸在摇滚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在喧闹的大街上 他肆无忌惮地跟着古典疯狂热物 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明明没有悲伤 却还在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得到快乐 后来他开始尝试和女生约会 试图用这种身体上的疲惫来换取精神上的快乐 虽然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回了家 但他却花了整整一晚和对方聊着自己妻子的好 尽管他再三强调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妻子 可从头到尾都充斥着他对妻子的思念 后来他再也没有去过工地拆过房子 而是带着侄子一起在家里开始拆别墅 他毫无保留地将里面所有东西都砸成稀烂 他再也不愿意多看这座房子一遍 直到最后他甚至买来一台推土机将这里彻底摧毁 当初那空荡荡的客厅 现在已经不再空旷 而是堆得满满的废墟 看到这里的他终于感到一丝舒畅 紧接着就是这个充满回忆的卧室 他领起大锤毫不犹豫地朝着妻子的梳妆台狠狠砸去 他好想砸掉关于妻子的一切 好想砸碎不能接受的现实 好想用这样的方式将妻子忘得一干二净 也许上天给自己开了个玩笑 砸着砸着那把锤子就戛然断令 他不甘心地用手将其拆成碎片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在柜子的家层中看到一份运检报告 直到这时他突然冷静下来 可妻子从来都没有告诉过自己怀孕的事实 他想立刻回家问了清楚 此时路上的阳光太过刺眼 他拨开遮阳板发现了妻子留给他的一张字条 可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妻子怀孕欺骗他的事情 当他赶到岳府家的时候 他们正在为妻子举办追悼会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岳母是否知道妻子怀孕的事情 很明显这件事情他们全都知道 唯独自己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岳母追上前来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知道事实的他内心依旧平静如水 第二天他来到妻子坟前 恰好碰到一个陌生男子前来献话 他本以为这是妻子的情人 但实际上男人却是造成车祸的司机 男人不停地说着抱歉 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他也只能赶忙上前安慰 当他再次打开车门 看到了之前那张对自己随便丢弃的便利帖 那皱巴巴的纸上写着妻子和他说的私密情话 如果是雨天你看不见我 如果是晴天你就会想我 他突然想到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纸条 妻子总是以这样的方式默默地逗他开心 而他也总是能瞬间读懂妻子的笑点 这是他们二人独有的小秘密 可笑着笑着他就哭了起来 自从妻子离世过后 他明明感觉自己毫不在乎 却无时无刻地思念着妻子 明明没有丝毫的伤感 却又渴望为自己寻找快乐 此时此刻他对妻子的思念倾巢而出 过往的一幕幕也浮现在他眼前 他曾以为婚姻只是一纸婚约的合法办案 却不知那默默地陪伴才是爱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终于找到了内心上那道裂痕 可现在却没有任何零件可以修补 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感受到了妻子离开他的事实 到底有没有真正爱过妻子 也许在这一刻他的心里已经充满答案 这天晚上他红着眼眶找到了岳父 他满脸坚定地告诉对方 自己一直以来都深爱着妻子 他就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 希望得到自己灵魂上的救赎 从这一刻开始 他彻底释怀心中的伤痛与不甘 虽然无法忘掉那段刻骨的爱情 但现在的他可以微笑地告诉自己 自从相遇的那一刻 妻子就住进了他的心里 从始至终一刻都不曾离开过